各位,今天是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 支聯會晚上在維園舉行燭光晚會 因為下大雨,所以在九點前提早結束 支聯會主席李卓仁說 雖然晚會未能完成所有程序 不過市民堅持平反六四的精神已經傳遞出去 大會宣布有十五萬人參加 而警方說有五萬四千人 接近晚上八點,維園的雨越落越大 有備而來的市民紛紛打開雨傘 沒有大傘,又想堅持留下,可以怎樣做 支聯會和學年代表在大雨當中 向民主烈士永垂不鬧的紀念碑獻法 舉高大家的燭光,麥愛時間 全場麥愛悼念六四死難者 鎮壓八九民運 暢勝 坦克聲 人民的慘叫聲 讓港人徹底心碎 大雨之下部分市民中途離開 之後再返回維園 很大雨 因為我遮隔旁邊的人 兩人都濕透了 很冷 但現在很久打算去七仔買一件雨衣 已經賣光了 現在我們都繼續趕進去 幾大雨我們都要去 六四來到港人對於我們這一代 是一個不可以磨滅的回憶 我們始終要平反六四 亦希望有一個民主的中國 為天安門母親籌款的團體 亦都慕於堅持 大雨都應該支持他們的 風月不改 他們身為天安門母親 他們是最受苦的 平反六四 民主必勝 民主必勝 鎮九一國鴻 不會死 起雀胖 無論如沉波打 自由 亦是會開花 六四晚會的口號 早前因為愛國愛民的字眼 出現爭議 支聯會在晚會的背幕 只是用了平反六四 永不放棄的口號 今年也繼續有內地人 特別來香港參與晚會 六四一直是我們心頭的痛 一定要過來 我不認同平反 包括愛國我都不認同 我覺得六四一定是審判 不是平反 是吧 黨 代國 代政府 所以怎麼去愛國呢 今天的集會 會在這裡結束 雨勢持續 大會在九點之前 宣佈晚會提早結束 原本準備播放的錄影片段 包括民運人士 李旺陽妹妹 李旺玲的錄影講話 和天安門母親代表 陸彥經 和學運領袖 黃丹的講話 都沒有播放 終於集會宣佈要提早結束之後 有不少市民仍然在 在陸螺灣的入口進來維園 由於台上的歌聲不斷 不少市民進來都不願意 李卓人說 市民的堅持 已經是向北京表達了 強烈要求平反六四 建設民主中國的信息 雖然我們覺得 是可惜我們整個不可以很信任 但是那種精神 市民那種堅持的精神 是已經是補救了 但是我們今晚晚會 沒有完成所有程序的不足 所以我想始終 燭光晚會是屬於香港市民的 他們的堅持精神 已經傳遞了出去 我覺得已經是很足夠 他也認為關於外國口號的爭論 刺激了更多人去思考 香港人和六四的關係 希望明年更多市民 對如何紀念六四向治療會提供意見 大會唱完最後一首歌之後 市民大約在十點前陸續散去 無線電視記者過來聽 報道